這是重溫普通的輔導 這個內容包括什麼呢 第一就是跟受輔導者建立關係 讓他對你有信任認識他 接著就聆聽他的情況 聆聽他的需要、他的感覺 然後引導對方表達 用一些說話 譬如說 我看到你好像有點不開心 你告訴我什麼不開心 去引導他 或者是有時候他講一些說話的時候 我們會說 是不是你因為有些受傷害 所以心裡現在是很傷痛呢 就是去回應他的時候 給他有機會去鼓勵他更加的表達 第四就是回應和支持、感受和需要 因為人最重要就是他的感受 我們回應他的感受 即是說 我知道你是很痛苦的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很想你得到安慰和釋放 那就不要這麼快去教導他 有初層次同理心和高層次同理心 我們之前都講過的 初層次同理心就是一件事的困難 你因為被人罵完 所以不開心 這個是初層次同理心 高層次同理心就是 更加對他的影響 因為你被人罵 很多時候被人罵 所以你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 做什麼都失敗 經常都被人排斥 這個高層次 就是他對他整個人的價值 的一種的看法 影響他的看法 感受到他這件事 這件事是一個我們的解釋 就是需要confer 就是需要問他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譬如有一個人說到 我經常都被人排斥 這個排斥 那個排斥我 那的時候 那個高層 低層次 初層次的同理心就說 你被人排斥 你覺得很孤單 有被排斥 不開心的感覺 而那個高層次的同理心就說 當你被人排斥的時候 會不會你都對自己有些懷疑 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 很多人都對你不接納 或者覺得好像這個世界很冷酷 很多人都對你不接納 這個高層次的 就是感受到他的深層 那個感受 但這個要問他的 因為他沒有說出來 是要問他的 然後第五就是個人分享 就是分享我們自己個人 曾經經歷過的一些類似的困難 或者某些人經歷過類似的困難 那由第六呢 對質或者澄清了 對質的意思就是 有時候有些人 他就覺得 我問題就是我 我單身 比如這樣 我單身 所以我現在很痛苦 那時候呢 其實那個痛苦 不是因為單身 有很多人都很開心的 會不會是你對於單身的看法呢 你對於單身怎樣看法呢 那時候呢 這個是對質 對質不一定要很強烈的 就是說 你對於單身的看法 你是單身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可能他就說 我很不喜歡很不接納 那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不是單身本身了 這個是一個對質或者澄清 原來呢 你這件事的看法影響你 所以呢 你覺得那個人不開心了 第七呢 帶領分析那個情況 一號帶領他分析 其實呢 原來你對於單身 不是那麼接納 於是呢 人家一看單身 你就馬上很不開心了 你見到結婚的人 你又會不開心了 那你 他心裡面呢 很多時候都會晚上回家 就覺得 哎呀我又很孤單了 那就加強這一種 就是孤單感了 那就是 就是 帶領他去分析那個情況 就是說原來那個根源 都是 當我們不能夠接受單身的時候 就帶來很多的不開心 整個人 又煩惱又重擔 又不能夠發揮生命 又不能夠享受生命了 第八呢 就是探討處理方法 那他探討了 去跟他談 怎樣可以 有一個處理的方法呢 那 這個處理方法 其實很多時候是內心的 但有些是外面的 外面的行動的 譬如跟某個人相處 但都要首先 內心處理到 怎樣處理到 怎樣那個內心 能夠 不是 時時覺得自己 單身很痛苦呢 單身 就是內心的調教 能夠在神裡面 相信神的恩典 所以基督徒的輔導 是會 將他帶到神那裡 看到神的恩典 但是不是很快的教導 而是 首先接受他的感覺 由慢慢逐步引導他 然後探討處理的步驟 例如有個方法 怎樣處理 是怎樣 接受自己的生命 很有價值 這個東西是幫助很多人的 找生命很有價值 很重要的 很寶貴的 沒有人能夠破壞你的生命的 不過 整天現在都是覺得很孤單 很無用 很失敗 那怎樣 方法呢 步驟呢 可能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去宣告 一有些負面意念 立即去自己去提自己 那這個初步的那個步驟 那可能下一步呢 當它進步了 怎樣再提升呢 那有時候呢 有些步驟呢 譬如可能 當你提升的時候 你幫一下別的需要的人 你的生命的提升又更加高 更快容易有起落平安 你多些去祝福人 你自己的心裡面更加起落 就是和他探討有不同的方法去處理他的問題 事實上很多人幫人的時候 自己也都得到幫助 但是首先他自己要調教的 又立約了 就是說一個約 你可不可以以後這樣做法呢 就是你願意這樣做法去處理你的問題呢 願不願意你 就是一有些負面思想 立即你留意到 然後去處理呢 那由第十一 就計劃評估 我們下一次 什麼時候呢 我們可以再見面 我們再看看這個情況 或者你自己評估給一個方法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一個輔導的過程 那在這裡呢 我也想提一提一些 不好的輔導方法 那為什麼要提不好的輔導方法呢 因為事實上 大部分的人呢 都會 做某程度的輔導 不過呢 就有時候做的時候呢 那個方法未必是好的 那第一就是 這種是最常見的 令到輔導 受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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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難受的 指控他 定罪 傷害性 藐視性 或者控制性的方法 其實有時候 很多人都會這樣的 比如他說 我真的單身很煩惱 有什麼好煩惱啊 你真是蠢啊 你看看你 這樣單身煩惱 整天都不開心 哪有人喜歡你 人家見到你不喜歡你 他聽完呢 他就更加受傷害 但事實上 很多人是很容易會這樣的 甚至在我們的小組 有時候有些人說 有些人又會告訴我 你不要這樣做啊 你只是叫他不要這樣做 或者說他做得不對啊 這樣的時候呢 他的感覺未必是好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跟他談完 他會不會更加辛苦些呢 或是更加輕鬆呢 第二呢 就是牽慨受助者和他的感受 即是覺得這個人呢 即是這個人呢 即是這個錯誤的想法 即是沒什麼用啊 即是整天都是這樣負面 整天都是這樣想事情 他整天都是不開心 即是變得輕看他 哎 即是快快埋單 即是快點講完 搞定完 快點回家了 即是你 你擋時間了 即是這樣的 這樣的心態呢 這時候呢 輔導就很有問題了 因為他藐視他 還有他感受 只是在於我想達到什麼目的 不覺得受助者的感覺是重要的 當受助者傷感的時候 互導完 即是問客觀的問題 因為他傷感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問他的感覺 而不是問他客觀的問題 第三呢 在負面的情緒中回應對方 用自己的別人 跟受助者比較 即是說 當見到他這樣的時候 自己都懶惰了 在這裡懶惰了 真是 經常都不聽話 經常都不改變 自己的情緒爆出來了 或者是跟人比較 於是令到他覺得不舒服 第四呢 輔導者的情緒 被受助者影響 就是說 他自己都情緒化 然後呢 第五呢 就是輔導者 只關心受助者 沒有引導他 逐步成長 這是另一個極端 就是只是關心他 拖護他 但是沒有幫他成長 第六呢 給一些錯誤 或者不合聖經的指導 不要覺得這件事很少有 其實有時候會有的 他這麼壞 當然不要理他 這樣 這個是很多人都說的 你老公這麼壞 你不要理他就可以了 這個是錯誤的 因為這個是不合乎聖經的 我們依而為他祈禱 但是不要給 應該說 不要理他的負面說話 但不是不要理他的人 但是很多人就說 不要理他 這樣就會變成了 是一個不合聖經的指導 第七呢 就是輔導者作讀白色的教導 慢慢教 這樣的時候 就不是輔導 這樣就變成是教導 第八呢 輔導者超越了輔導者的界限 建立一些超友誼的關係 令對方有依賴性 有兩種 一種呢 是完全跟 就是 男女關係沒有關係的 只是 令他依賴更多 有時候可能是一個女的 輔導一個女的 不過令到他呢 經常都喜歡找回他 就好像覺得 要找他才行 不找他不行 那這種情況是不健康的 因為這樣的時候呢 他永遠他自己不長大 他都要依賴一個人 而事實上 多一個人 依賴慣一個人 是他會長期依賴的 例如一個例子 一個人剛剛離婚 很痛苦 那有個人呢 哇 又幫他買賣送 又陪他買送 又陪他做這樣做那樣 那你開始做了 一輪呢 他就說 我今天要買送了 就是暗示你快去陪他買送 我要去哪裏 又要申請什麼證 又想去陪 那他做什麼呢 他都想有一個人陪 那他就說 我真的很孤單 我真的想有一個人陪 就變了 這個輔導員的身份 變成了一個朋友的身份 這個呢 因為兩個是有不同的 不是我們每一個輔導的人 都是我們的朋友 如果是這樣 我都不太好 就是因為我們 不能夠那麼多人 我們個個都有問題 我們就馬上去他家 這個變成過度依賴 但是有時候 輔導員會覺得 我很有成功感 因為我真的看著他很大改變 但是這樣的時候 變成他依賴 也不是一個健康的方式 另一種呢 就是男女的關係 就進有一種健康的關係 這個呢 也是真的有發生的 一個危機來的 所以呢 男女的輔導呢 是要非常小心 雖然有些情況是難以避免 譬如說傳導人 是難以避免 這樣的時候有什麼方法呢 一個方法就是 有秘書 有其他同工一起坐在那裡 有突然接會邀請 一起坐在那裡 那這些是會有一些 保護的方法 好了 這裡呢 是專門說到婚姻輔導的 要留意的 第一不要偏幫一方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 是很容易 而通常傾向是怎樣呢 因為女性呢 通常就會很快地說那些問題出來 而那些問題 多數都是男性不好 那男性又不太出聲 而男性呢 通常來說 也是比較少可能關心 男性的弱點就是關心 女性的弱點就是長氣囉嗦 太負責任 那女性在那裡說的時候 有傾向呢 那個輔導員呢 就很容易 就會心裡說 這個丈夫真的不是那麼負責任 就沒有想到 其實這個太太 她的 她的長氣 的囉嗦 或者壓力 或者她有時的情緒 都是會影響 那有時 是她雖先由 跟著她影響情緒 但是都是互相影響的 那 無論怎樣都好 譬如一個錯九成一個錯一成 你整天都幫那個錯一成那個 就好像說那個錯九成那個 她下次不想來的了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不要偏方一方 是尊重雙方 都尊重她 還有呢 體諒明白她 都是有她的困難的 就是男性 是的確有困難的 是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 在這個社會上 男性是通常 是少溝通 因為人的問題 所以在小時候很少說話 變成大了 慢慢 不太懂得溝通 不懂得表達的感覺 這個我們 就是明白她 同一個體恤她 第3個體恤 第4個就是 選擇先處理什麼問題 因為婚姻通常來說 很多的問題 如果只是看眼前的 可能永遠都搞不定 她剛剛 今天我們 兒女什麼問題 明天要做什麼 她又吵架了 就是經常都會在這些問題 這個是一個表現的問題 最基礎就是 愛 和他們的溝通模式 處理問題的模式 這個是一個基礎 第5個 輔導員需要培養聆聽 即是說 這個什麼時候輔導都要 和隨機處理問題的能力 在婚姻輔導上更加困難 為什麼呢 隨時一個人 立即處理 你不能夠容許她的情緒爆發 當年她爆發那一刻 你不能夠阻止 但是當年爆發之後 或者她站起來想蓋對方一巴掌 這樣的時候 你就要怎樣 即時有這個智慧回應 所以一會兒大家 當我們示範輔導的時候 大家都想一下 如果我是 聶牧師坐著 如果有人這樣說 我怎樣說 怎樣回應 即時的回應 是需要操練出來的 第6個 加徵受助者處理關係的動力 即是幫助他們 怎樣能夠 基礎的關係和愛 這個是基礎的 不是只是溝通的 第7個 愛和親密關係 健康婚姻最重要 即是說 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愛 和親密的關係 不只是溝通 因為呢 譬如 明明她沒有愛 她只是溝通 明明代表婚姻會好 她是必定 即是有 縮覆對方的心 有些人誤解了愛 愛有很多意思 第一種 啊我 我愛雪糕 哈哈 哈哈 即是有時 廣東話會這樣說 你愛什麼 愛雪糕 這種愛 這種 這種不是愛 第二種呢 愛一個人 可以說 我喜歡他 我想大家聽過 為什麼我喜歡你 哈哈 因為你是漂亮 哈哈 這種呢 不是叫愛 這種是 喜歡 即是說 起業他某樣的質素 那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 結婚三十年 四十年開始 他的樣子不是 像以前那樣 那時候肯定 那個感覺就會不同了 如果那個基礎是見紀念 就是當你愛的時候 我好想他開心 很想去避愛 很想去祝福他 很想去祝福他 那時候的動力呢 就會一直持久的 那也是會能夠他對我們好 因為電影呢 實在給我們錯誤的觀念 電影就是 哇 有個很漂亮的女生 哇 有個很英俊的男生 出現的時候 那你覺得 哇 兩個都漂亮 又去拍拖 又很開心 在沙灘上漫步 又很開心 那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浪漫了 因為又浪又慢 搞笑 這個就是浪漫 其實這個 不一定是浪漫的 如果只是靠這些氣氛 靠燭光 燭光有幫助的 燭光多你好好的善用 是會令到你 燭光的環境是 很好的 但是 不是只有燭光才有愛的 有燭光的時候呢 就覺得很舒服 沒有燭光就好像沒有了感覺 那是不一樣的 是真的 感受 對方的感受 我很想令他開心 令他覺得被愛 我真的關心他的小事大事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想建立的 好了 這個呢就是 婚姻輔導的過程 是不需要做每一個步驟 和回應感受 就是說 譬如說 進來 哇 立即兩個在那裡吵架 有一個又想離婚 那這個最嚴重 或者進來立即講一些 子女的問題 那你立即 就是了解他的情況 來到 就是 立即回應他的感受 回應他的感受 先知道你都很辛苦 你都覺得很困難 就是 我知道 開心的 就是感受他的感受 我也感受到這個不開心的 好了 第二 首先第一 就是和兩方面商量輔導的第一步的目的 那有些婚姻 可能第一步就是 只是幫助他 不要再有離婚 因為他兩個在那裡吵架 那你那時候 你就不是去基礎了 不要說愛 因為他這麼快 還沒有去到愛 怎樣不要離婚 第二 就是減少嚴重的吵架 可能他經常吵架 第三 是幫助他解決某些問題 他有些問題 譬如說 哇 每天都有個問題 搞到經常都不開心 那這個問題要先處理 第四 就是 有些是建立更深的關係 他已經有關係 不過怎樣更深呢 那第三 這個解釋聖經的婚姻觀 那這裡呢 我就拿了不同的經文 不過我們現在只是 簡略的 給大家知道一些 聖經關於婚姻的經文 第一 聖經說到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那這個意思呢 就是說 不受父母的掌控 那這個神的這個說話 真的很有智慧 在創世的時候 神已經說了 但是呢 應用的時候 實際上 到今天為止 那些人都是很多時候 受父母的影響 雖然我們 忠福父母 孝順父母 但是不是代表受她的影響 我們是要離開父母 那這件事呢 譬如作為男性 丈夫呢 當我結婚之後 就不是讓自己的媽媽 掌管自己的太太 有時候會這樣 我自己媽媽 就是慢慢吩咐 這個太太 你要怎樣做 你要怎樣做 你不可以這樣做 就變成她的媽媽 就是那個一家之主 就不是她自己 那時候呢 就是她沒有離開父母 她是讓家庭去掌管 雖然婚姻一定受家庭影響 但是呢 雙方是有這個 就是有這一種的 可以選擇 怎樣受家庭影響 而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譬如父母是很控制性的 那怎樣處理呢 這個是需要大家討論的 不是代表不專用她 不過她經常都說 要這樣做法 要這樣照顧孩子的 要這樣 要住在哪裡 要做些什麼 那這件事我們可以說 就是跟她解釋 我們靠信你 我們尊重你 不過呢 我們家庭都有我們想做的事 去解釋的時候呢 雖然有些父母 未必即時明白 但是 起碼呢 兩方面都站穩 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有時候會這樣 那一方面呢 那一方面呢 經常比這個情況 就是多些呢 是丈夫的媽媽控制 就比較 就是這種情況下 就是如果控制性 就比較多些 媽媽要控制那個兒子 怎樣控制那個家庭 那變了很多時候 那個丈夫就很弱質 媽媽說什麼 媽媽說要這樣我 媽媽說不行我 那時候呢 就變了呢 就站不穩了 那有個因素呢 就因為 通常來說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通常一下 因為呢 媽媽有一種掌管性 當她的兒子 她覺得兒子是她的心肝明定 她的結婚呢 就是她的心肝明定的結婚 而有時候都覺得 她的太太好像搶了她的兒子 所以她就會有一種競爭在裡面 那但是呢 要離開父母 到底是不是一定不跟她住呢 那約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七節就不是的 那當然 在普通的情況 是應該分開住的 這個情況呢 就是耶穌對阿姆頭說 看你的母親從子阿姆頭 就接她自己交流去 這個講到呢 就是約翰呢 不單止是 不是接她的自己媽媽 也接了耶穌的媽媽去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可以是孝順父母照顧她的 那這個就是 很多時候 譬如當父母老的時候 照顧她 她不是代表沒有離開父母 離開父母之下 不是她掌控這個家庭的 那第二呢 四季節都講到幫助父母 創世紀二章十八節 對於婚姻的觀念 耶穌就說 懶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她做一個配偶幫助她 那這裏 是講到做女人 來幫助男人的 那是講到呢 神創造女人的目的 這裏講到呢 是目的之一 是想她幫助她的丈夫 那這個是事實上 是經常都發生著的 很多太太都是照顧家庭 照顧得很好的 是吧 煮東西吃啊 照顧孩子 都是幫助得非常好的 照顧丈夫啊 非常好的 那但是這個經文 是不是一定限於 只是太太幫助丈夫呢 因為聖經的觀念 都不是 就是很多東西都是互相的 我們都是被傷害 都是幫助的 所以丈夫都應該幫助太太的 所以就不要說 聖經說 太太幫助丈夫 那我丈夫我不用做了 聖經也講到愛的 是吧 所以這個經文並不推翻 我們都 丈夫都應該愛她的妻子 那但是很重要呢 就是說 其實互相承傳對方的生命的目標 那我很感謝神 我太太經常都會幫我 承傳神在我生命的計劃 她會給我一些好的意見 我會問她 她通常她又不會拿去說 但我問她的時候 她又會告訴我 她又會引導我 她有很多事幫助我 那這個是幫助我 成為一個更好的復師 所以這個是禮物來的 是恩典來的 所以你多謝我 我都可以多謝她的 謝謝 謝謝你們 好的 第三 丈夫愛妻子 像基督愛教會 這裏看神吩咐 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五節 愛你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寫記 哇 多重要 好像基督愛教會那樣 哇 寫記那麼重要 好像愛自己的身體 愛妻子就是愛自己 愛自己的身體 從來沒有人會自己去撕自己 用刀刺一下 看看是否刺得進去 看看割一下 看看是否有效果 沒有人會這樣做 但是呢 在夫妻關係 很多人就會互相傷害 所以這個第一 就是丈夫去愛妻子的時候 這個家庭 幸福的機會高很多 因為多數的婚姻問題 比較多一點 不是一定的 就是男性不是那麼關心 不是太太的需要 當她關心的時候 通常來說 女性是看重家庭的 所以當丈夫真的有愛心 女性的太太 是很多數都會對她好的 家庭就會自會溫暖的 所以是丈夫我們第一件事 跟著妻子 以法索書五章二一節 就講到 其實兩句 一個是彼此信服 然後才講 妻子要信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如果說到信服 兩句都要說完 即是說 聖天講到 不僅是妻子信服丈夫 丈夫都應該信服妻子 到某一個程度 即是怎樣信服呢 就是當她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聆聽她 關心她 會信服 但是為什麼 特別對丈夫提愛 對妻子提信服呢 其實有原因 因為丈夫通常比較少愛 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有感情 不是經常打算去愛她 只是打算我賺錢給她 就夠了 通常比較是這樣 所以神就提醒了 透過保羅提醒 丈夫你愛妻子 而妻子 神就做女性 就有這個特質 就是她很有責任感 這個是非常好的 如果不是妻子 很多小孩在家裡 都餓死了都不知道 就是家裡又沒有東西吃 又不知道 就是經常餓的 但是妻子呢 是會實記得家裡還有什麼 是很厲害的 她很厲害 她知道還有什麼 剩下的 還夠不夠送 有什麼東西 就是她是會很照顧得很好 那因為這種責任感呢 她也都會有一種 很想個人都乖 都聽話 當她不聽話的時候 當她不好的時候 她就會有一種 不緊張 所以太太 猛診丈夫 是多過 通常來說 多過丈夫 猛診太太 因為丈夫 根本多是不理 妻子 是理 有時候理過頭 變成了 就有一種掌控性 就是責任感很強 就是很想 大家都聽話 大家都收拾好些東西 但事實上 很多男人 是 她如果未結婚都不收拾 她結婚之後 她收拾是 合回來的 她是 聽話 所以她不是她的本性 來的 你一去回外家 回來家 肯定家是亂一點的 所以 變成太太 有傾向 就會掌管家庭 所以 寶萊這裡 就提太太 就不要這麼誇張 你要順服你的丈夫 柔和的心 這樣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婚姻 很多時候 很多太太就不知道 她們就覺得 丈夫不聽話 於是就要 又大聲又長氣 以為一次不聽 五次一定聽 如果五次不聽 十次一定聽 但是 是有相反效果的 當她習慣說五次 說十次的時候 她是一開始說話的時候 已經是耳朵就會入了掣 已經關了掣 是聽不到的 聽不到 這個是男性的一個特異功能 是可以完全坐在那裡 若無其事 是完全聽不到 剛剛說完什麼 所以 太太想 感動丈夫改變 是多一些溫柔 為什麼 你結婚時 這麼喜歡 女朋友呢 因為她很溫柔 但是結婚之後呢 開始 為什麼 女孩子 變成女人的時候呢 會這麼大的明顯的改變呢 因為她開始有責任感 當她責任感的時候 當最好做的時候 就開始掏她了 掏她的時候 她掏得多 就變成一種習慣 連聲線都變了 所以 所以 提醒 妻子是更加留意 順復 其實丈夫都應該順復妻子的 因為 她有需要 你會順復她 聆聽她 關心她 而最重要的是愛 敬仲丈夫 這也是很多時候 比較 特別提到妻子敬仲她的丈夫 當然 一樣是丈夫應該敬仲妻子 《二不所書》五章三十三節 妻子亞當敬仲她的丈夫 實際上 大家可能聽過很多 這件事也有很多 唉 那個 那些不好說話 什麼老 就是 用了一些不好的字眼 她是這麼蠢的 這樣 不行的 總是一些很踩低的說話 尤其有人的時候 更加要顯示她的 她的智慧 是比她丈夫更加高 她經常都不認識的 這些東西 她以為是好的 但其實她的果效是不好的 有些男人會馬上爆發 有些男人是不出聲 但她不出聲 在做什麼呢 她以後將她的說話 全部關掉 就會不聽到 所以敬仲是非常之重要的 祝福妻子 喜悅妻子 這句經文都很特別的 針言五章十八節 希望大家記了它 記了經節才找回五章十八節 一起讀一下 要使你的全員黃福 要喜悅你右面所除的妻 這句經文 全員在上下文 跟著下面都是講到妻子的 所以這個全員是講到妻子的 即是妻子好像一個喜悅的全員 一個照顧你的全員 一個愛的全員 她說要使你的全員無福 即是你祝福她 令到她真的無福 然後喜悅你右年的妻子 所娶的妻 這個講到是一種忠義 這個是男性比較難的 當太太年輕的時候 還沒結婚的時候 梁姨姊姊都覺得很簡單 她說那時 一看到我的女朋友 她跑過來 飄逸了頭髮 飄逸了 她見到真的很可憐 但結婚好幾年之後 我看到對方說 死佬過來 她說笑而已 不是說她這樣 就是會完全不同了 即是沒有了那種的 味道 味道 但其實呢 妻子又可以保持那種的溫柔 關心 愛心 而丈夫也都喜悅她 不只是幼年的時候 一直幼年所娶 一直到年長都是喜悅她 然後說到心靈的喜悅 還有令她蒙福 是一個祝福的關係 享受的關係 那這個是很多人呢 結婚是甚麼呢 一起吃飯 賺錢 回來睡覺 生孩子 這些就是事務性的 就不是一個享受 這個經文呢 特別是講一種享受的 不只是你做 是令她蒙福的 喜悅 喜悅她便會喜悅 這是一個享受的關係 第七呢 這一個呢 是很多人都覺得很難遵從的 就是不要離婚了 馬太十九章六節都講到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由第九節就講到 凡丘妻令娶不是為淫亂的 言故就是凡姦淫了 那有人娶那被丘的婦人 也是凡姦淫了 那這裡講到 雙重的姦淫 第一就是那個丈夫 丘妻令娶 如果不是淫亂的原故呢 就是凡姦淫 而那個娶被丘的婦人 也是凡姦淫的 所以這裡講到 就是說 結婚之後一生一世 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開 當她再結婚的時候 是凡姦淫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 是一個聖激的真理 那但是這個 這個真理呢 事實上是 帶給很多人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呢 她說我 以前的丈夫真的好不好 以前的太太好不好 就是我以前 我自己都好不好 那我就犯了罪 那我們離婚了 那離婚我一世人不再結婚嗎 那我又不行 那所以有很多教會 她就會說 就是人 當她不行的時候 好像普羅所講 與其肉火攻心不如 嫁取為妙 但是她已經結婚一次 她再結婚就是犯姦淫 的確是犯姦淫 但是她再結婚的時候 如果她婚一好 就會防止她再一次犯姦淫 但如果她繼續肉火攻心 她就離婚了 但是她經常去搞女人 的時候她犯的罪更加嚴重 所以有很多教會 就認為這樣的情況 就不如容許她結婚 不過就要輔導 要處理生命 那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不同的智慧 有些教會就站得很硬 沒有的 再結婚不可以在這個教會 有些教會就說 最重要是輔導 要去幫助 事實上在這個世代 就是很多很多這些問題 最好就是不要離婚 不要再結婚 這個就是最好的 但是真的發生的時候 第一 我們做的就是不要批判 那些再結婚的人 是接納她 而幫助她 雖然她那個再結婚 是一個姦淫 但是她繼續聽神話的時候 她都在這個婚姻滅亡覆的 所以這個經文 就是不要去到一個極端 就是說 在這個教會 有誰是犯姦淫的 有誰是再結婚的 這些是姦淫一別一類 那時候 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非常之 令到那些人好像沒有機會 正如耶穌都對那個犯姦淫的婦人 甚至那個 有五個婦人的 薩瑪麗的婦人 不是 五個丈夫 對不起 有五個丈夫 薩瑪麗的婦人 她都沒有說到 你從今有沒有機會 耶穌都給她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是恩典 但是同時 那個人未離婚 我們幾大都勸她不要離婚 以及盡量幫助她不要離婚 好了 接著是下一點 就是帶領她重新堅定婚約 就是說當我們要輔導好的時候 必定有一個健康的婚約 我們現在請大家一起讀 讀一讀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婚約 就是說我愛你 尊重你 照顧你 關心你之類的說話 這裡比較詳細一些 我們一起讀 我願意與你建立健康 有愛和感情的婚姻 我願意真心愛你 欣賞你 對你說好話 令你覺得舒服 而被愛 我願意聆聽你 與你建立好的溝通 我做錯事事 我願意向神和 向你道歉 請你言恕我 你又做錯事 我願意搖述你 我願意不計較你過去的過失 我願意說正面的話 避免批評 控訴 貶低 取笑 攻擊你 或說任何負面的話 我願意找正面的方法 處理婚姻中的問題 然後說到就是 你做錯事 我都願意搖述你 不計較過去的過失 這件事實際上 很多人很難的 因為經常都要數回一些舊帳 第六就是用正面的話 避免所有的攻擊說話 而第七就是 找正面的方法 處理婚姻中的問題 這個其實基本上 這個名單 不是一個絕對的名單 大家可以再加多些東西上去的 怎樣是 建立這個關係更加好 但當然不是一種律法主義 而是說 當我們有神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做 然後那個婚姻能夠建立呢 所以其實很多人 如果有個觀念 在婚姻輔導 和婚姻想好 必定雙方都說 我願意 在婚姻裡面 我願意怎樣去搖述 祝福啊 愛啊 關心啊 令對方舒服啊 都必然有些因素 在婚姻才好 所以很多婚姻 當它有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說 好 怎樣處理 而是它的基礎 或者是它怎樣建立這個關係 好了 第五 然後呢 就帶領他們 講一些欣賞和愛的說話 用個理字 通常我一開始就會 你講一些欣賞你太太 你丈夫的說話 用個理字的 第六 那你又解釋 因為後面呢 就會講到 他們兩個處理一些問題 那這裡講到 正面的說話 以後呢 就解釋怎樣做正面的溝通 那這裡呢 其實之前我有講過的 我現在簡略地講 就是聆聽 聽它的內容 它的表達方式和情緒 就是它說 它今天有點猛 有些激氣 不開心 有些什麼重點的說話呢 譬如它說 我一見到那個人 我就激氣了 那它見到 為什麼激氣呢 我聽到你這樣說 我就激氣了 那聽到一些字呢 就留意那些字了 還有身體語言 都講的時候呢 手都硬了 一路手震得很緊要 那這些都是一些 它的內心的感覺 表現出來 對方的行動 就是譬如它一路講的時候 它一路有些什麼做呢 譬如它一路講 一路打手機 就是它不專心 它一路講的時候 它一路出汗 那這些都是一些表現的 那集中去聽 就是哲能 不是批判的 而且留意對方的感受 就是在聆聽的時候 我們這些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的 就是說 人最重要是它的內心的感受 然後就引導對方表達 就是用一些可以引導性的說話 你心情覺得怎麼樣 你是不是覺得委屈呢 第二就是重複對方的說話 就說回 譬如它說 我好激氣啊 我聽到你說你很激氣啊 你說回的時候 它會繼續去表達的 第三就是反應 用不同的字眼 我聽到你說 因為它跟你 它不關心你 所以你就很激氣了 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反應的說話 第三呢 這個是其實鼓勵它們兩個人的溝通 回應和支持配偶的感受和需要 接立就是我明白 我接立你是很不開心的 第二呢 感同身受 就是我感受到你的傷心 第三呢 用身體接觸來表達 接立和安慰 第四呢 就是用正面有關愛的 和有感性的說話 不用負面批評性 或者有負面標籤的說話 就是講到溝通上 就是解釋給它們溝通 那這個呢 就是看那兩個人的關係 或者溝通模式 主要解釋給它們聽 我們怎樣學習 用正面的方式溝通 不要用負面的 以後 然後讓它們操練去處理生命 就是我們其實有做貨的 我們每次都有做些少 講到負面是怎樣 正面是怎樣的溝通 那第五呢 就是不要逃避話題 我們都曾經說過 就是不要轉話題 或者不恰當地說一些 教導性的說話 就是會看信 用愛心接立 不要… 等一下 下面第四那裡不是很對的 總之就是說 但是呢 之前說到 不要它說一樣 你走去別的東西 不要轉話題 或者說一些教導性的說話 然後呢 就請它們兩個人 處理一些關係上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幾次都有做的 就嘗試用那個 你字 用那個我字 而講出問題的時候 怎樣說呢 大家一起讀那個框子裡面的字 我想與你溝通一個關係上的問題 我會一起找改善的方法 好嗎 就是說 表達出 我想跟你溝通這件事 有件事我很關注的 我們聊一下好不好 這樣 那你溝通的時候 盡量講出對方做得好的地方 還有做得… 還有對方美好的動機 我覺得你對我很好 還有你真的想對我好的 然後 就是 講出一個正面的地方 可能講出 你是很愛我 但是有時候我聽到你說的話 我會有時候覺得 好像被教導 就是講出這個問題 就是指出一個問題 比如大家溝通的方式 是要指出的 有些人是需要指出 但是指出的時候 都會說出 我知道你出現愛的 不過我收到有時候明白 因為我覺得 可能你被我講得 重複了 就是盡量不要用一些負面的說話 就是不要說 不要負面的言語 譬如說 你很長氣 所以我就很激氣 他一聽就很激氣 而是 可能用一些斯文的說話 因為你重複講很多次 所以有時候我都難受 這樣的時候 他可能會容易明白一些 也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們可不可以有方法 減少這種重複的說話 可能自己要承認 可能有時候我都沒有聽你說 所以你就重複了 雙方都先看到自己的問題 在需要的時候 只是說對方做了些什麼 或者自己的感受 就不說標籤 或者控訴性的說話 標籤就是好像 一個名牌 譬如說 這個是薯仔 寫了這個薯仔番茄 標籤 人來說 這個是蠢才 這個是不能夠的 標籤 不要用這些說話 第五 當有些說話說 不舒服的時候 輔導員就要說 你剛才說的時候 你猜會會令到對方有什麼感覺呢 當一方說出一些 對方做的某些事 令他不舒服的時候 對方都應該向他道歉 這個過程 這個是輔導員引導他 或者最好他們自己懂得做 他說出來的時候 立刻認錯 這樣的時候就容易很多 第七 在這個溝通過程的時候 雙方一定要回應對方的話 不要逃避話題 怎樣叫 或者辯駁 怎樣辯駁呢 例如他有一個說 很多時候家務都是我一個人做 你很少做 另一個就說 我要追看那些足球 足球比賽 我都上班了這麼多時間 我回來還要做家務嗎 這樣 這裏是他逃避 或者他解釋 電波 很多時候人會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是其實呢 令對方更加會不舒服 當兩個人學到怎樣 正面溝通的時候 請他在家裡自己處理的問題 那這個 這個是我輔導的時候 我用的方法 就是神給我的一個方法 那為什麼這個方法 我會用呢 因為我覺得 很多時候 婚姻輔導就會怎樣 就是兩個人坐在那裡 好了 他們說了一個問題 好了 輔導員就會引導他 好 這樣 就是會 輔導 丈夫 妻子 你這樣做 對對方有什麼感覺 可能他會說出來 然後 你可以怎樣做 去引導他 可能講了什麼困難 始終是輔導員輔導 輔導員回家 沒有人輔導他 他就不會做 所以 神就讓我想到這個方法 就是兩個人去互相處理 當他處理的時候 那下一次有問題 他就自己才能處理 所以我們這次都是想 那些 當要處理的時候 都要引導對方 對方有做得不好的事 嘗試引導他 好了 第八呢 我們一起讀上面的一字 請雙方從對方的觀點 形容對方的感受 我們幫助他們感受 對方的感受 這個是有時候 中間用的方法來的 有時候一方面總是想不到 對方的感受 那會請他 你試一下想像對方的感受 不過這件事是通常很難的 通常他們會說一句 是的 我知道他很辛苦 不過有時候很詳細 就是他這樣說 加多一句 就是用他的角度 但是呢 輔導員就馬上說 對這句是你的角度 你會用他的角度 用完他的角度去說 因為人種是這樣的 人種是會 兩個方面都會有 他自己做得對 做得錯 人種是看到對方做得錯 自己做得對的部分 所以就會 時時就會在這件事上 溝通的時候很難溝通 一起讀就是九下 請兩人回想 而形容以前關係溫馨的時候 並思想可以做 甚麽來逐漸回復以前的溫馨關係 那這個呢 就是當他們懂得處理問題 就開始回復我們上次說到激情 記不記得 婚姻裏面其中一部分就是激情 一個就是這個好的溝通 一個深的關係 一個就是激情 另一個就是一個文藥 有一個藥 這三個成分令婚姻健康 那有時有些婚姻呢 大家相處得相對無事 不過沒有激情了 那怎樣有激情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想回以前很溫馨的時候 為什麽那時這麼溫馨呢 怎麽可以回復呢 那怎麽可以一步一步回復呢 那有時可能有些活動啊 有些大家多點去散步啊 聊聊天啊 有些開心的時刻呢 就不是去到 有些人去旅行呢 就不是去旅行的 是去彈食物 彈那個導遊 那是不會享受的 但是兩個人真的享受的時候呢 那他回來呢 他會開心些的 好了 第十了 一起讀啊 請兩人向對方說愛和祝福的話 那這裏呢 我們可以一起讀了 我愛你 我喜歡你 我看重你 我想令你開心 我希望我的婚姻那麽美好 我有你善我的幸福 你令我活得那麽幸福 我想與你一起享受神的恩典和生命 有你真好 這都是一些例子啊 但是有些人說 哇 好像很肉麻那樣 但是呢 對方是絕對不覺得肉麻的 我有你真是幸福 是不會 他不會肉麻 但是第三者可能會覺得肉麻 但是其實是他不接受關係 所以會肉麻而已 其實他接受的時候呢 他是不會覺得肉麻的 好了 第十一 一起讀一下 給他們一些輔導後應該做的事 然後在下一次輔導時再檢討 就是給他一些功課回去做了 第一一起讀一下 一起讀經討告 二 為對方和互相的關係討告 三 自己努力去做自己的責任 例如 關顧對方和家庭做家務 關愛對方向對方說欣賞正面和愛的話 每天都有一些獨處的時間 去相愛和建立關係 這些就是一些做的還有下面的 讀經討告 為互相的需要和關係討告 自己做好自己的責任和關愛對方 第五一起同 每周有約會的時間 主要是享受一起的活動 也可以處理一些問題 享受應該是最主要的目的 這個講到就是每周有約會的時間 但是這個約會主要是享受 就不要主要慢處理問題 如果只是處理問題 對方就會很害怕的 但是有時都難免的 即是有些事馬上要處理都要處理 那麼就讓那個時間是享受的 第六 如果需要討論怎樣處理一個問題 就要邀請對方 我想討論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時間呢 下面不用讀了 就是做回正先過路 即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怎樣處理 第七 當將方成功地處理一些問題 最好有一些欣賞和慶祝的行為 即對方做得好的時候 一起慶祝 請你吃雪糕 一起去逛街 一起去旅行 而嚴重問題發生的時候 至少要安靜 不要大踩到大腦 其實大家都很知道這件事 但是到了婚姻 總會覺得 每天相處是很難 不是這樣的 這要講到特別困難的婚姻 如果有特別困難的婚姻 是不要用正常的方法 因為有時你叫他講一些問題 他就講到很嚴重很嚴重 就是想離婚的 那時候可能有時需要分開輔導 然後看看有甚麼位置可以入得 去幫到他們建立這個關係 去了解他們 有沒有心想建立這個婚姻呢 好了 現在我們再重溫一下這十一點 一起讀 第一 聆聽兩人的狀況 第二 商量首先輔導什麼 三 解釋聖經婚姻觀 四 重新堅定婚約 五 答應兩人說欣賞我愛的話 六 解釋如何作正面溝通 七 請兩人處理一些關係上的問題 八 兩人從對方的觀點形容對方的感受 九 形容我恢復以前溫編的關係 十 兩人向對方說愛和祝福的話 十一 回家後應做的事 這是一個簡單的 可以做的 未必是每一次都一定做到的 這個婚姻輔導 我都說過不只是幫助婚姻的 也幫助我們跟任何男女相處都會這樣的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就有一個圖書管理員 還有一個女兒的工作人員 已經做了很久 我就沒有看到那個情況 因為我主要是修理書的 我做修理書 有一個我們的同學在裏面做人 他就說他們兩個都經常吵架的 我就覺得他們兩個好像夫妻 他不是說真的有夫妻關係 是因為那個男女的可能那種做法 那個女的看法可能那種責任感很強 他就開始說那個男的是負責任 但他就會有那種太強的責任感 影響他變成這個男女相處都很像一個婚姻的關係 他其實有時候做工都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跟男女相處和我們跟很多人一起的時候 都可以有這些機會 希望我們能夠應用在我們的婚姻關係 或者我們將來的婚姻關係 或者應用在我們輔導一些其他人的身上 幫助我們更加能夠有異性的關係 其實任何深的關係都會產生這些問題 譬如我和家人都會有這些類似的問題 是很類似的 不過夫妻就是最密切的 誰和家人都會知道 他在俺家人的生活嗎 是這樣的